就是这12根骨钉 让陈女士腰酸背痛 无法挺直身体 终日驼背影响行走能力 这样痛痛痛痛 有够痛苦了 我现在50几岁而已 就这样痛 我要痛到当时 是抱着一丝希望 来到大林慈祭医院 医师检查之后发现 原本要撑起脊椎骨折的骨钉 已经无法负重 骨钉断裂松脱 导致固定效果差 让骨折的位置持续发炎水肿 因为钉子的固定以后 造成它没办法活动 我把它拆掉钉子以后 反而它可以正常地活动 副院长陈京成将骨钉移除 用两个0.5公分的伤口 植入脊椎骨折腹位系统 把变形的地方矫正之后 再灌住低温骨水泥 让骨骼更加稳固 可以放一种脊椎的 骨折的腹位系统 利用钛合金的一些仪器 可以把它装到骨头里面 去支撑它的骨折的部分 支撑完以后 我们再大一点骨水泥进去 可以让它整个的骨头 变得比较硬 两个小时的手术 成功解除三年 痛不欲生之苦 陈女士终于可以挺直腰杆 过生活了 戴新闻 谢金荣 林欣宏 嘉义 大林报道